锦衣之下自打路易年少时做了北镇福斯 即便有着俊秀的面容 好看的外表 但来到他面前的女人只有两种 一种是靠上刑具被审问的 一种是见着他绕带走得 这样渐渐的 路易凶残狠辣的名声越传越广 甚至连路服的丫鬟基本 也都不敢走进自家少爷的书房或是卧室 这种状况路易早就见怪不怪了 身旁没有女人倒也亲近 正好碎了他不想让人贴身伺候的性子 然而这一切习惯 在遇到原惊下之后都发生了改变 二人处处相识时 互相看不顺眼 路易倒也是第一次发觉还有女子敢在自己面前叫唤 偶尔动弄一下还甚觉有趣 久而久之 身边若是没有他那叽叽喳喳的声音 反倒不习惯了 后来互通信以后 路易才发觉原来自己也是如此的渴望他的关心和在意 甚至连同他的贴身伺候都是一种情调了 就好比如今 明明是腹部受伤的路易 虽然这点伤在他以前看来并无什么影响 但还是依照惊吓的碎碎念 隔了几日假期在家休养 不忍心他看到伤口时那水汪汪心疼的双毛 总是避开他上药包扎的路易 竟也有让自己的小心思 大人该喝药了 抬毛便看到惊吓端着盘子走了过来 他见到路易时 眉眼完成了好看的弧度 有着身孕的他脚下的步子都不由得轻快了几分 才看到端来的汤药时 仿若受伤的是自己的双手 目光直直地看着惊吓脸上洋溢的笑容 你为我 这一幕倒是像极了多年前在一战 明明都可有挥舞棍棒练功夫的路某人 却故意洋装伤食未雨 引得他亲手未样 如今身为人气的惊吓 已然不再是当年的不解风情 自然不会再问为什么游手还要自己喂他了 动作十分自然地端起药丸 一勺一勺的味道他唇边 少不了的还是碎碎念 你说说你啊 受了伤居然还想瞒着我 还不好好处理伤口 这下 受苦的还是自己吧 以后可不能这样了 如此光景 夏日微风拂过 曾经不喜劳道的路易也会因为他而改变 饶食这些碎碎念的内容 从自己醒来就听了很多次了 路易依然有些愧疚的同时 还是觉得美好 因为他是真心关心与担忧才会如此 你今日的药呢 一碗烫药见底 路易问起了他的安胎药 方才我已经喝过了 有了前几日的前车之鉴 也难免路易起真的 不是倒了 怎么可能 如今我要照顾大人 自然得把自己身子养好才是啊 大人要不信 你闻闻 我身上还买是药味呢 惊吓说吧 还凑过身子给路易闻药味 路易顺时将小小的人揽了过来 入鼻的湿淡淡的药味 却掩盖不了他身上自带的清香 你今日抹之高了 闻眼的惊吓 不解的抬头望向他 没有啊 大人又不是不知道 我向来不洗那姑娘家的东西 可是我身上药味太重了吗 那我等会 这姑娘怎么总是抓不到自己话语之外的意思 是自己表达的还不够明显吗 路易直接低头以吻风签 唇上传来的温度让惊吓一惊 想起这会儿是在庭院呢 小手想要睁开他 又担心碰到他的伤口 只能让他为所欲为了 两酒后 察觉怀中的人呼吸都有些不畅了 路易才缓缓松开他 瞧着他这一脸正正的样子 又难免好笑 怎的这么久了 还是没学会唤气 被调侃的小眼猫脑了 那还不是怪大人你 这大白天的 你就如此 这要被其他人看到了 影响多不好啊 大人真的是脸皮越来越厚了 脸皮厚 这可是他路易的腐宅 怀中的人儿是自己明媚正确的夫人 分明就是他自己想太多了 故意反问他恩 你刚说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 心里富费路易是惊吓心中常做的事情 当面很多话可是不敢说的 自打他们成亲之后 这路府就变得有了人情味 再也不是冷冰冰的高门大户 反而染上了烟火气息 府上的下人看到院中两位主人如此亲密的动作 也是早已见怪不怪了 主子二人的感情好 他们为此高兴还来不及呢 等有了小主子之后 这诺达的府宅怕时会更热闹几分